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個奇葩要想來就是 假如說 完整的要你們的英雄只能使用大招的話 哪些英雄要哭啊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白領旋徹 白領旋徹大招要勾到 要用二技能勾到才能觸發 但是如果只有大招的話 這個白領旋徹只能哭了 他沒有辦法觸發 還有這個貂蠶 貂蠶的大招只是畫了個圈圈而已 傷害的話是有 但是如果說按著有CD的模式下 他這個傷害可以基本是忽略不計 接著我們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這個 幹將 幹將的大招 如果說只能用大招的話 他也是一個比較廢的英雄 也只能哭了 看著被別人略的傑鬥 因為他開的大招是為了二三技能使用的 接著我們看這個芳木蘭 芳木蘭的大招其實是一個變身的型 變身的狀態 但是雖然說有傷害 但是這個傷害其實也不是很高 可以和到場面輸入的幾個 接著我們再看這個零四影 零四影的大招和那個白領旋徹一樣 而是需要用練度之後才能觸發大招 但如果是沒有練度之後 他的大招等於也是一個廢的 對 我們來看這個周瑜 周瑜其實也是 如果只有大招的話 他也是沒什麼網用的 他有的時候大招是要配合那個火錐 可以把人控制的效果 控制效果 但是如果說只能使用大招的形象下 這個周瑜也是一個廢的 只能在那裡噴火 就是氣著噴火 沒什麼別的辦法 最後一個就是李白 李白的大招需要靠那個平A4下觸發 但如果說只能使用大招的話 他李白也是只能哭了 好 今天就到這裏切來聽了 還來繼續跟每個精英方的問號 我一個結束 那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見 今天 σε2個朋友留言 這個回合 我們下期見 先好嗎 先來去有합니다 應該入獄吧 我以後來我是小肥 玲珮 Brothers